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歐洲的電腦模擬 可以看到就是在下週日 就是有一波東北風 又南下影響到臺灣附近 我們可以看到東北風在海面上 激起的一些降雨現象 在下週日的晚上八點 其實已經接觸到陸地了 所以大概就是週日 下週日 北部 東北部這一帶又會開始轉成下雨天 但是它影響它很弱 所以對其他地區的影響並不明顯 因為從這個高空圖就可以看出來 這一個西風非常的平淺 代表這個冷空氣是很弱的 所以這一波大概就頂多影響到 到禮拜天一天 下週一 它這個各地的天氣又逐漸地轉乾轉好 所以時間是很短暫的 有一點點冷空氣會讓這個氣溫一波比一波涼 不過這幅度都很小 大概就是在下週日的這一波又會使這個溫度 再下降個一度兩度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從雲圖上面顯示出來了 前幾天造成比較強的對流的這些雲系 已經慢慢地脫離台灣的陸地 而且就一直往東南部來移動 所以目前在台灣附近的這些雲層都比較弱 所以帶來的降雨 在就是並不是那麼多 不過在下午過後 山區還是有一點 我們從雷達回波就可以看到 在下午山區還是有一些降雨回波發展出來 所以它也帶來一些降雨 但是都沒有像前幾天的強度那麼強 那我們從實際上的降雨也可以看出來 今天的雨包括兩部分 一個是迎風面的降雨 另外是午後的降雨 可以看到在大臺北有局部的降雨現象 另外就是宜蘭 花蓮雨就比較零星一點 其他都是午後的山區所發展出來的 那從氣溫上面也可以看出來 北台灣相對來講是比較偏涼的 像這一個桃園有29度 那在宜蘭有26度 那在中南部的話 白天33度還是有一點熱 那在清晨的時候氣溫都還是比較偏涼一點 在21到23度左右 那我們來看一下明天的天氣水氣又更少了 所以暫時在迎風面上面還是有一些雨 就是在東北部在北海岸在花蓮 有一點零星的降雨 另外就是午後山區還是有一些 不過整體的水氣逐漸的在減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未來的天氣 到了禮拜四禮拜五 這個禮拜五的話水氣又更少了 禮拜六就全部大概各地都是相對是晴朗的 山區非常零星的降雨 也許還有一些一些 但是屬於大範圍的全台灣 這個都是比較晴朗的狀態 但是禮拜天的時候 就是剛剛電腦模擬的 就是禮拜天有一波東北風下來 天氣又開始轉變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以台北為例 這個氣溫的變化 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個氣溫的變化並不是很大 只有在禮拜天的時候 稍微下降一點 之後呢 禮拜一天氣好轉又回升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明天後天 主要的降雨地區就是北海岸 還有伊朗花蓮 有一點都不是很多 白天基本上在北台灣是舒適的 中南部的話有一點熱 那早晚都是偏涼的 那只有在未來的變化 週六就是比較穩定 各地都是晴朗的 那週日會有另外一波東北風 但是影響時間也不長 下週一天氣就好轉了 以上是最新的氣象